欢迎收看今天的小曾说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朝代 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皇族姓氏 而这些所谓的皇族在国家灭亡后 为了能够保全自己 便会隐姓埋名成为一介平民 久而久之 在民间就会遗留大量所谓的皇室后人 在中国贵州遵义 有一个叫做苦竹亚村的偏僻村落 在这里有一位名叫邹在清的老人 他就声称自己是崇祯皇帝的后人 一开始很多人都怀疑他 你明明姓邹 怎么会和姓朱的崇祯成不上关系 后来听完老人的解释后 所有人才恍然大悟 原来当年李自成攻破国都北京后 清君故自中原 和之前大多数王朝一样 清君随即展开了对明朝皇族的大清洗 崇祯皇帝为了不落入李自成手中 便和他最信任的太监王承恩 走上眉山自以身亡 而其他皇室贵族大部分都选择逃命 有些躲进了偏远地区 有些则南下逃到更远的地方 崇祯的儿子朱慈昭便逃到了此地 当时为了防止行踪暴露 护送大将邹之林建议朱慈昭将朱姓改为邹姓 朱慈昭无奈之下只好更名为邹启贵 而这位邹代卿老人就是邹启贵的第十一代孙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老人还带专家去了邹启贵的墓地 在邹启贵坟墓旁边有另一座墓 该墓的被文为太监赵恩公之墓 由此可见此人是一个太监 这一点也佐证了邹家跟皇室的关系 邹代卿还拿出了自家的祖谱作证 其中一本是由邹启贵所写的《诸氏祖谱记》 不仅如此 邹代卿还拿出了诸慈昭出逃时 随身携带的一把上方宝剑 一块玉印等物品 经过专家一番仔细鉴定后 确定这些东西就是明代皇家所有 这也证明邹代卿老人是崇祯皇帝的后代这一事实 不过此时也没几人在意老人是不是明朝后裔的事了 所有人都被老人拿出的极限宝物吸引过去了 据悉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后来也多次和老人商议 建议老人把手中这极限宝物捐给国家博物馆保管 这样既能防止文物损坏 又有助于研究明朝律师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